由于雾霾天气,北方多个城市的交通都受到了严重影响,部分地区的中小学也取消了室外课。 受雾霾影响,沈阳市教育局和沈阳环保局也发出紧急通知,要求从21号下午1点到10月22号上午12点之间,全市所有幼儿园和中小学取消户外活动,避免出现因污染而影响学生健康的情况。 不少学校都将失败体育课搬到了室内,由体育老师带领做一个小幅度的体育活动。 因为雾霾天气要求孩子们在室内上体育课,所以我们对老师也提出了要求,就是在室内的体育课更要进行设计一些孩子们喜欢的活动。 受雾霾影响,21号上午,哈尔滨市银行、公路、公交、轮渡等部门纷纷启动紧急预案。 从21号上午起,哈尔滨市公路客运部门1300余趟班车全部停运,26800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。 截止22号15点,发往七七哈尔、牡丹江、大庆方向的长途客车已经恢复。 而发往加木斯、基西、鹤港、黑河等地长途客车仍处于停运状态。 而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从20号开始,无一架横班起降,大量旅客滞留。 截止到22号中午的12点,咱们哈尔滨机场,大屋已经进入到第三天了,受大屋影响已经进入到第三天。 目前受影响的航班总数已经达到近350架次,旅客4万多人。 这种情况给哈尔滨机场的运行带来了很大的压力。 为缓解滞留旅客带来的压力,哈尔滨边防检查站增派警力,维持出入境秩序,成立服务小组,为旅客提供咨询,引导服务和热水食物,并协助旅客办理改签或退票手续。 目前,国际后检大厅所有旅客均疏散完毕。 针对连续出现大雾天气,长春市交警部门启动了恶劣天气应急预案。 22号早上6点半,长春市交警支队特勤大队的所有警力全部到岗,在各个重要路口指挥交通,保证车流顺畅。 同时,长春龙家机场22号共取消了11架次航班,延误31架次,滞留旅客2000多人。 直到中午12点半,随着大雾逐渐散开,机场才开始恢复正常运营。